大家好,我是投资动作的莉莉湖,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超现代Town House的楼花项目,Florence Hill,地址75k6 Drive 今天我会给大家介绍这个项目的优缺点以及历史,对项目有了综合了解后,适不适合就你们自行决断了 这个项目有六大特色,第一个特色是,所有户型都在地上,不像很多传统的层叠式别墅,第一层在地下 这样所有的户型都阳光充足,没有地下室的潮气和阴冷 第二个特色是,十星钢筋混泥土结构,不是传统的木结构,每个单位之间和每层之间都是十星钢筋混泥土的 传统的Town House会听到隔壁的钢琴声,这个隔音很好,在室内不会被邻居的喧闹打扰 楼上楼下的噪音也会小很多,同时地板会更加牢固,不受木头的subfloor 不像其他房子,没过几年就会有咯吱咯吱的声音,十星钢筋混泥土也会更防火 邻居着火,火势不那么容易蔓延,当然自己的单位内,房间和房间的隔板还是木结构的 第三个特色是,很有现代感和空间感,九尺的层高,全落地窗,大面积玻璃,拥有超现代的顺滑感 第四个特色是,稀缺性,北约克的Town House项目非常少,这么便利的交通 开车4分钟上DVP高速,4分钟到Don River小河附近的各种绿地及公园 6分钟到Shop at Don Mills高端购物广场 7分钟到Argahan博物馆 10分钟到Antaro Science Center安省科技馆 16分钟到Young Bloor中心区 第五个特色是,屋顶阳台有接烧口炉的煤气管道 同时有GS电插头,室外也能给手机电脑充电,还有水龙头,想接个水洗洗烧烤炉也不是问题 很少开发商在细节设计的时候注意到这个层面 第六个特色是,这个项目有宴会厅 很少有连排别墅带宴会厅这样的公共设施 这个项目的宴会厅里还会有一个学习分区 这个宴会厅为小区的居民创造了更多的交流机会 同时也给爱聚会的居民创造了场所 虽然有宴会厅,管理费并没有很贵 0.19美平尺 一楼781平尺的户心管理费大概是148 车位估计也会有管理费 带上车位的话,管理费估计到200美元 特色看完来看看这个项目的缺点 第一个缺点是,东南面是铁轨 室外有火车过的时候会比较吵 这个铁轨不是沟川,是货运铁轨 沟川一般早三班,晚三班 货运铁轨是不定时的 365天24小时只要有货物要运就会经过 当然也不是很频繁 在我拍摄的一个小时里并没有看到火车 开发商为了减少铁轨噪音对社区的影响 在铁轨那边会建造4-6米高 80厘米宽的屏障隔音 屏障里面会再建一排树 加强隔音效果 想知道住在铁轨边的那些事 可以在谷歌搜索Living Near the Railway 进cp2.ca的网站查看 第二个缺点是 楼上的单位要爬两层楼 其实这两层楼主要是回家的时候爬一次 出门的时候爬一次 住在里面的时候倒没什么影响 开发商在一楼做了大衣柜 这样一进门就有地方挂大衣放鞋 对于我来说 楼上的单位只适合年轻人 我曾经有个喜欢健身的朋友就表示对爬楼梯没啥感觉 那其实这样的楼梯比较适合不怕爬楼梯的 或者是平时比较忙 没时间锻炼身体 但也希望有机会可以健身的人 每天必须的上下楼正好是健身机会 这个项目让我想起306到326John Street那一片 我有朋友住在那边 就在铁轨旁边 那边的铁轨是GoTrain的铁轨 我从来没听我朋友抱怨过很吵 而且他后来结婚后 让老公的婚房也买在了同一个小区 说明他对自己这个小区还是相当满意的 那边最近卖的最贵的一套 成交价83万1500 1400到1599平尺 那个房子2007年建的 当时开发商登记的成交价是283138 14年过去房价是当年的2.93倍 所以所有的房子都涨价 如果投资的话 赚钱不赚钱 只看你什么时候入手 什么时候出手 说说这个项目的历史 之前是MTB这个开发商设计 申请了建筑许可 准备开卖的 2017年的海外买家税 让他们对多伦多未来的发展 不看好 所以卖掉了这个项目 Kingdom还是看好多伦多的未来 接手了这个项目 Kingdom有20年的开发历史 之前都是在温哥华开发 近期来多伦多接手了三个项目 除了Lawrence Hill以外 还有Kennedy和Shepard的K Square 现在已经开建 另外有个万锦的项目 未开卖 Kingdom对这些项目都会放入很多的细节 和现代的设计理念 这几个项目是他们在多伦多的敲门砖 会他们未来在多伦多的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 Lawrence Hill这个项目 自住的话比较适合喜欢新房 喜欢现代风格 喜欢热闹 对声音不敏感 希望住在北约克 需要交通生活比较便利的人 投资的话建议满一楼的户型 毕竟80多万起步 近800平池两室两位带车位 90万起的连排别墅项目 在北约克这样的寸土寸进的地方 还是相当难得 想了解更多多伦多房产 欢迎关注我 我是投资多伦多的莉莉胡 投资多伦多 投资您的未来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